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私人已逝 但在回忆起和她相处的点点滴滴 与金雅琪一起出演《我爱我家》的演名观灵表示 金雅琪永远是自己心中那个快乐无忧的于奶奶 真的是就是想起她全部都是笑 都是大嗓门 然后都是特别开心的笑 老艺术家的离世让人悲痛 但他们曾经带给我们的感动和快乐 却永远不会改变 而且她是那么乐观的一个人 我现在就是愿意相信她和我的父亲 和牛星丽大的 包括文星与老师 就是他们这些 我爱我家当时聚在一块特别高兴的这群老人 现在在天堂重聚了 一定那地方有她那个爽朗的笑声